村里有两个力大无穷的男人 扛着几百斤的猎物依旧剑步如飞 两人走着走着突然看到一只小白狗 疑惑地停了下来 却不知这是别人设下的陷阱 一块八吨重的巨石被推了下来 两人被砸在巨石之下 士兵们兴奋地跑了出来 本以为阴谋得逞 可这时巨石一阵晃动 原来大个子正试图把巨石掀翻 可他一个人力气有些不足 此时小个子拿出药水喝了一口 这种药水能让人变得力大无穷 首领健壮立即让士兵站到巨石上增加重量 但两人合力这点重量根本不值一提 两人拧着首领的耳朵逼供 问他为何要坑害他们 起因当然是为了魔力药水 大个子一出生掉进了药水桶里 所以不需要再喝药水也力大无穷 其他人喝了药水也能短暂获得神力 于是他们的小村子成了快难啃的骨头 税收官带人去村里收税 被这群大力士一拳一个小朋友 税收官吓得转头就跑 却把一路收来的税金留在了村子里 税收官哭哭啼啼跑回去告状 国王为了拿回金子派人攻打村庄 村长一看有傻子送上门找奏 立即带领村民喝下药水 兴奋地冲向了士兵们 士兵被吓得连连后退 尽管他们用盾牌挡得严严实实 却挡不住村民们催哭拉朽之势 瞬间被冲得人羊马翻 这还打什么赶紧跑吧 眼看自己的兵被如此轻易打败 国王也是脸上无光 偏偏大个子和小个子还特意来药舞扬威 气得国王回去就下了死命令 无论如何要灭了这个村 但是他们有会做魔力药水的祭祀 想打下村庄必须先除掉祭祀 恰逢每年一度的祭祀聚会 但聚会的森林不让外人进入 小个子不放心让狗子跟进去盯着 此时士兵们已经乔装打扮混了进来 老祭祀熬了一锅神奇的药水 喝下去能瞬间变得力大无穷 举起几百斤的巨石也轻轻松松 可惜这个人是士兵假扮的 目的就是抓会做魔药的老祭祀 狗子健壮立即回去通风报信 等两兄弟赶到 其他祭祀全被挂在了大树上 狗子根据气味带着两人去追 一路追到了国王的军营 此时充满野心的王子正在威胁老祭祀 他想得到魔力药水的配方 然后就能自己当国王 但老祭祀有原则死活不肯就反 王子便打算对他用刑 却不知全被国王的手下听到 此时两兄弟抓了个士兵 让大个子换上士兵的衣服 假装抓了小个子当俘虏 想借此面见国王再抓住国王当人质 让他们放了祭祀 哪知士兵们压根没当回事 反倒被王子的手下听到 王子得知消息开心地把小个子带进监牢 用他来威胁老祭祀 眼看小个子被绑上刑具 腿都被拉长了两米 老祭祀依旧倔强摇头 可狗子听到了小个子痛苦地呼喊 着急之下一路冲进牢房 心疼地舔着小个子的脸 然而这下狗子成了狗质 看着受苦受难的狗子 老祭祀立即心疼地受不了 国王已经派人来抓他了 就在王子以为自己功亏一篑之时 好巧不巧撞上了大个子 大个子一见他便急切地问 那个俘虏去哪了 还没等王子说话 国王的人却将他当成了统党 大个子三两下将这群人摆平 王子叹得双眼放光 忽悠他帮忙打败了国王的士吻 谎称国王病重掌握了大权 傻乎乎的大个子还帮他守着地牢门 丝毫不知自家兄弟和祭祀 正被逼着做模样 男人双手抓住大象的牙 一把将几吨重的大象高高举起 然后插在了地上 王子和他的小伙伴们惊呆了 根本不敢阻拦大个子救人 两人先到牢房就祭祀和狗子 余光看到个被绑起来的铁头人 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 顺手也给就走了 回到村子才发现这人竟然是国王 眼前的局势很严峻 王子肯定会带人来攻打村子 他们人多还有一小锅魔法药水 打起来胜负难料 这时国王突然开口承诺 只要他们帮他夺回王位 以后这座村子别不受帝国管辖 成为自由生活的世外桃源 为了村子以后的好生活 老祭祀决定提高药水的威力 但缺少的一种药材在他曾祖父手里 大家顺着煽动其外八拐地找老头 最后顺着胡子好不容易找到人 老头隐居太久脸上长满了蘑菇 好在药材还保存得很好 老祭祀将其倒在剩下的药水里 先让小个子喝了下去 小个子浑身一颤竟然出来个分身 大个子喝下去也同样如此 于是老祭祀如法炮制 直接弄出了一个分身队伍 此时村民们正艰难抵挡进攻 眼看撑不住被敌人破门而入 可敌人一进门就傻眼了 两排大个子和小个子站在村口 照旧一拳一个小朋友 吓得士兵们四四而逃 无论王子怎么喊都没用 王子刚想喝下药水回击 分身们却在大力摇晃高塔 那可怜的一小锅药水全洒了 士兵们见到国王立即找到了主心骨 无耻的王子也被抓了起来 村民为这场胜利举办了庆祝晚会 士兵们也融入其中一起狂欢 突然一个大个子变成了泡沫 紧接着几个分身纷纷破裂 但他们英勇的身影将永远守护着村庄